皇上 万安 皇上万安 来 陪着说说话 是 坐 臣妾嘴笨 怕失礼于皇上 是吗 朕不觉得 朕喜欢跟你说话 那臣妾就陪皇上 几日不见 你又清洁了好些啊 朕不认识 皇上 亲一下 怎么了 臣妾有喜了 真的 真的 嗯 刚满三个月 龙胎稳定 才敢让皇上知道 你怀了龙胎 这么大的喜事 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呢 臣妾谨慎 先前没贫 还有遗贫的事 臣妾一想来 心里就慌了 好 好 你是个仔细的人 永城出生快一年了 宫里面 也是该天儿提升了 太好了 是吗 娘娘 海贵人有喜了 海贵人有了 是 皇上欢喜得什么似的 昨儿一晚都守在延禧宫 今儿一早 又请了齐太医去照料 不就怀个孩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齐太医去照料 皇上叛子心窃 这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苏烈 你去拿一盒山东巡抚 进贡的东欧阿郊 送到延禧宫 说是本宫赏给海贵人的 是 奴婢这儿就去 你也宽心一些 所谓子贫母贵 海贵人出生平平 她的孩子自然也差了一截 你若是有了 那一定是与他们不同的 多谢娘娘宽慰 最近宫里出了一桩喜事 想来姨主听了也会欢喜 什么啊 海贵人遇洗了 已有三月 真的 千真万确 太好了 海岚遇洗可不容易 你可千万要定住她 万事小心啊 姨主放心 海贵人的胎由微臣负责 如今胎向不容易 你不想一问 就算有人想动手脚 也难了 那太好了 一种 锁扣松脱了 这是什么呀 从镯子里掉出来的 一种 把这镯子给我看看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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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黠岩尼 还安